之前发了一局国际的比赛反响不错 那今天就再来一派 出自09年首届镇达韩信碑象棋国际名人赛 红方是咱们中国的特级大师乱战天王红志 黑方越南高手阮武军 红天王都知道 这位阮先生曾经在05年第九届世界象棋锦妙赛 以七胜两合两负的战绩获得了当年的第三名 很有实力 那届比赛冠军是阳城大帅吕钦 来吧看一下这一派 上来红天王当头炮 阮先生跳马 红方正马两位在出局 黑方没挺兵走屏风马 让红方选天王冲三兵 黑方三足 中炮屏风马进三兵 红屯鞭马 黑冲鞭足致马 红炮八平七 形成五七炮战士 对手外马封居 红方来个横举 黑方再补个相 双方落子如飞到这都没有脱谱 看得出来阮仙用功了 到红方行齐了 这里有三种走法 一个是出局 第二马三进四 天王选的第三种 进鞠过河 这不是顶住了吗 但是黑方不能着急平炮对局啊 红方会先打中足一将 你不能踩 这只能说不是 然后红方吃鞠 黑方采鞠 这样走 黑方丢个中足 而且红方中炮也立上了 不是很好 实战软先进鞠先给足夹根 下一步就是平炮对局 红方鞠九平六 先亮出来 黑方还是平炮 红方吃足中呢 也有不少走的 这把天王是对局 这个走的人最多 黑方一吃 红方退炮 这招啊 一是防止黑方马踩鞭兵 还是现逃 再一个也是为了保持 这炮的灵活 未来呢 红方可以把这鞠提上去 炮呢可以往右平 接着走 黑方不是 红天王进中兵 这是提前打开一条通道 黑方上马吃兵 红鞠六进二 这样一来 红方的鞠跟炮 都能往右平了 这时候阮先生将马跳回来 下一步就是冲鞭足过河 攻击红方的鞭马 天王这边只能说对攻 跳外马 黑方过河 红旗平炮打马 先手往上跳吧 红方再来个马二进三 黑方大多处都会进足拱马 这把没走 平炮 防止被红方的马踩掉 天王这样 要打鞭足 对手退一步 给鞭足加跟 这里还要平炮打马 红旗拆中炮 这就不敢打了 别住马腿 红方可以下底炮 确实有办法 那就冲鞭足拱马 不能白给往回跳 下面几步棋 软先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 先说一下比较好的走法 进鞭 第一可以吃中兵 第二可以冲三足对子 以这种方式 让这个鞭快速的投入战斗 实战这么走的 冲中足捉马 这招有些打草惊蛇了 没有那个进局好 红旗回马踩中足 人家安全了 下一步黑方走的 还是不理想啊 他应该是进炮打中兵 这手棋还有个作用 就是顶住了红方的炮 不让他过河 那咱们来看一下实战的走法 阮先生走 拘一平六 这手棋看似不错 手足降门了 而且往前进 还能捉马捉炮 红方先逃个马 到黑方了 这里又出现问题了 现在这个鞭啊 卡住向眼了 红方的兵想过河就过河 他不如往前进一步了 当时这么走的 平足 这貌似要吃兵拱鞭 红方不管 进兵 再往前一冲就拱俩 黑方 黑方进去抓炮 红方进炮过河 到黑方了 没错 他又出现失误了 应该是往前进一步抓鞭炮 这招也没走 直接用中向踩的兵 看一下造型 黑方中向走了 这里有一个闷弓的隐患 红天王果断 平炮打串 本来是可以吃兵拱鞭的 现在不行啊 人家红方会吃炮叫杀 下敌又死 不向就躲鞭 出老将就下敌打一将 然后再把鞭往前一提就行了 这样走 黑方已经坏了 这足还不能动了 那先打串怎么办呢 要丢死 软仙退去抓炮 天王平一步 用马来加根 黑方进炮打马 马跟炮连带关系啊 红旗先把象打了 黑方呢 又没走队 他应该是先打马 红方吃炮 黑方在平足拱鞭 红方进炮吃炮叫杀的时候 黑方用鞠跟住 你要是平就再跟 红方这个鞠炮肯定要丢一个 估计他会这样 先提上去 反正黑方不敢吃嘛 只能去砍炮 红方再来个退炮打相 这个棋肯定是红方好走 但不会速胜 好了回到此处啊 红方炮击底相 刚才说了 黑方打马是顽强的 软仙走的是跳马踩炮 红旗往那空了一塞 对手依然没有打马 选择的是平炮 要打底相 跟红方来个对杀 那玩能行吗 我看玄呢 红方进炮吃马 白得一子 黑方进炮打相江 红方就上帅 这不能再进攻了 这老将马上被闷死了 那就出将 解杀还杀 用居将就是一步啊 红天王浸泡将 黑方上将 最后惊天妙手 海底捞月 一招闭闭 哎 走完这手棋软仙认输了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棋 黑方不能吃炮 用老将吃自杀 用他吃也是死啊 红方进居将 三楼去不了有马 只能补士 补乃都一样 红方挂脚将 这不是为了采剧 黑方老将一躲 退炮就死了 那要是黑方不吃炮 会怎么样呢 躲剧 但是不能瞎弄啊 放这不行 红方打一将 电视 一挂脚抽了 这个位置不好 换一个 放这比较安全 那红方也是平居将 电视 跳马将好像没啥意思了 有砍式将吗 黑方毁将 红方在出老帅 他从这将就电视 没有什么棋了 红方必胜 看来阮仙对象棋的理解 跟红天王一比 还是有差距的 还得继续用功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我是四郎 关注点赞 家财万贯